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纪文在节目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杨玉胜杨老师 来与节目中的观众听众们畅谈我们今天的议题 杨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听众观众我们今天要讲什么议题呢 其实这个议题最近蛮夯的 特别是之前有日本媒体 报导了一个在台湾其实蛮有震撼性的一个消息 他就是解放军要进行两期操演 尤其是在东沙岛附近大有强取东沙岛之势 因此今天纪文在节目中为大家安排这个议题 就是防卫东沙岛 那杨老师这个关于这个新闻 就是其实它爆炸性蛮强的 尤其刚出来以后其实国内的媒体很多都是跟进报导 那也让大家这个把焦点放在东沙岛 这个孤悬在台湾很远的一个离岛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岛礁 能否先请杨老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东沙岛的方方面面你想知道的事情 好我大概准备了就是几张网路上 其实都可以搜寻的这个图 那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讲它的距离 就是说东沙岛其实距离我们的高雄港 大概有450公里左右 那距离我们的这个太平岛 在南沙的太平岛这边 大概有1200公里 那事实上这真正离它比较近的 应该是汕头大概260海里 所以说从距离来讲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离我们来不是那么近 那它的整个组成呢 东沙我们通常大概都是直接讲东沙岛 那事实上它是一个环礁 环礁 对它是有环礁 那这个东沙岛只是在这个环礁的这个西侧 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平板的这个右边 它有一个图 这个这个空照图 其实可以已经显示出 在最右边那个小岛 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拔牙 那个牙齿那个部分 那个就是东沙岛 那东沙岛我们再看到它左边 海巡署过去曾经 就是拍照过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长度 其实目前大家网路上 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Google一下 长度大概2800公尺 那宽的话大概才800多公尺 那可是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刚刚有印象的话 这一张画面 它其实是机场 大概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机场跑道长度 其实是不到1600不到1600米 所以说就整个岛礁来看 目前最明显看到的就是机场跑道 那它上面有什么呢 它上面其实 如果大家还可以去找一个网站 就是我们的东沙环礁 这个国家公园的网站 它其实是 我这边也有一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像这样子 可以去找一下 找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它上面呢 它的右上角 它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说 有一个东沙岛上的 这个建筑的这个示意图 我们有下一张 大家可以发现到上面有什么 除了有机场 还有建庙 有图书馆 等等这些基础设施 但是它的主要的基础设施 比较偏重在 研究还有人员的生活 那当然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整个东沙岛上面已经有所谓的淡水进化 海水进化机 就是可以帮你把从海水尽量制作 就是淡化成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淡水 当然它还是有很多 还是必须要靠 就是台湾这边去运补过去 那再加上呢 它其实也有 目前也有铺设了太阳能的这个光这个电板 来提供就是这种能源的这种 呃 备源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所以它除了基础的发电设施以外 还有太阳能 那这个整个岛礁刚刚的这个照片里面呢 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细弧 但它深度不深 如果说下大雨 从资料就是之前有浮过意的 可能都有印象 只要是下大雨 可能甚至会影响到跑道 就淹没到淹到跑道 所以就整个东沙的环境来讲 其实呃 虽然它曾经在去年一度 呃要开放做观光 但后来呃因为做环瓶 还是有打住 目前没有做到 就是说呃 以国家公园目前我们知道的国家公园 它当然是目前还没有开放的 哦 那人的话除了海 目前是交由海巡署来这个 束手 哦 大概有两百两百余位 那但是它上面也有所谓的学者 就是不定时他会上去做 尽量研究 对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军方海军空军 因为上面还是有雷达站 这样的一个呃 这些人员的这样的配置 呃 但目前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有关日本共同社所报道说这个演习的这个可能会夺取东沙岛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在2019年就去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台风其实是在东沙 哦就是他呃他有天路线就刚好听到新军的东沙岛对那东山岛那东山岛那个时候刚好也在做两栖的这个登陆的超越那事实上在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东山岛这个地方也正进行了所谓的两栖的这个登岛的这样的演习就是其实呃那如果说我们再把往北部战区去看 因为东山岛刚好位在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的一个交界的位置北部战区大家可能刚好前阵子也对渤海湾有一个公布的围起将近两个月的一个演习的一个三角散区的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这一连串呃从六到七月呃如果说不受疫情的影响这个时刻应当就是解放军他们会在做所谓的战训的这样一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呃时间 所以呃刚好这个议题谈到这个东沙岛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觉得说有一点当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媒体他的立场不一样 他所看的角度不一样呃当然不是坏事因为想定本来就是作战训练的一环哦所以他会有不同的这个规划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以东沙岛做一个目标 其实我想这个见仁见智对不一样诶杨兄以前有去过东沙吗呃船有经过人没上去因为他其实大船不能靠他只有小码头诶在这一点哦 我有小小一点发言权大概二十几年前哦国防部有安排一个活动邀请这个跑军事线的媒体和记者去东沙岛进行访问 哎那时候我们就是搭C13中运输机其实降落在东沙岛当然我在东沙岛待的时间嗯我估计那次这参访行在岛上大概待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两三个小时 其实当时我们有去重点看了一下东沙岛上面一些设施包括那个很经典那个一个这个石碑哎 另外还有这个参观海巡署像这个二龄机炮还有一些这个据点部分据点一些操演 当然因为我们是搭飞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机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总体来讲因为我们看的地方比较局限而且时间很匆忙 但我们是觉得哇这个搭飞机花了蛮久一段时间 以这样的地理状况从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日本这个披露这样的一个解放军的军演 我总觉得如果说解放军真的想拿下东沙以我们之前看东沙岛所了解的他的防务状况 我认为其实挺危险的 对因为前任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再去找一下这个新闻 在立法院的这个主折的单位他们的回答 其中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说目前东沙岛上面就因为都是海巡署的官兵在束手 那海巡署是由他这些官兵是由海巡署战队来带信 那至于说他的战力到底等不等同我想每个人的解读不同 但是东沙岛这一个刚刚我们也看了这个照片 他没有这个地形的地貌可以让你去做防务 所以变成是他是一个义工 而且我们那时候看他的武器 大概就是那种二零机炮 对 一些破炮 即便是现在他其实增加的也不多 对 之前曾经说有中科院研发的红准 对 这个 无人机 不是 就是反装甲红线 对他准备要就是要部署在这个这个上面 但是到底交了没有不晓得 那只是说我们如果去看现在就是比较现代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 模式 就是要登岛 尤其是刚刚我们可能还比较没有勾勒的很清楚 东沙环礁 他外围有十到十五海里都是属于胶盘 胶盘 对所以你大型舰过不去 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 所以解放如果说解放军真的要拿东沙岛 如果啊 那就可能不是说用这个船上去抢摊 对 那你势必可能是所谓的气垫船 之类的 甚至是所谓的空气降 但是过去大家总认为说 有一派是认为说 他的这个空降 事实上是很难因为土地面积不大 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解放军他们其实在空降的部分下了不少的规模 尤其是要精准的投射 就是让他能够投放 能够到一个他指定的位置去 那甚至是机降 那可能是有的人他也会讲说 那我岛上我有这个40机炮 我也有所谓的这个120 120的这个这种这些炮 这个火炮能够去 吓阻这种直升机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时间 你有没有这个机会用你的雷达去看到这个目标 所以就是杨兄这样解释我想到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东沙岛的防务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人数有限 火力也有限 那打击范围也有限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 看现在解放军的 不管是两栖登陆能力 或者他综合的兵力来讲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有关两栖作战来讲 好像是解放军刻意经营的一个部分 比较被班上台面 包括他的陆战队 海军战队基本上算是扩边 那他也送到这个大漠 也送到高山 也送到这个天冷的下大雪的地方 这个新闻都有出来 那在这个之外 我个人是觉得说他目前比较突出 跟被隐蔽的各有一个部分 他突出的还有包括他的机枪 就是搭配直升机的这个部分 但是被隐蔽的部分 我个人是看他 像无人机的这一块 其实甚少琢磨 但是我们已经也发现到说 在无人机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运用的应该是普通 很多部队他都已经装配无人机 对其实要阳兄的解释 让我勾勒起这几年看解放军 有关两栖操演的一些 包括这个媒体公布的画面 可能他已经不再是说像以前 可能就是战车登陆舰 或者一些这个两栖突击 这个装甲车 乃至于突击艇 当然就是除了这些之外 越来越看多了就是 包括他直升机 应该讲的这个机枪的能力 这种装备越来越多 而且他的071船屋登陆舰 其实是可以有限搭载这样的 那更何况他现在在上海 西装中的这个075 两栖攻击舰 哇这个部分可能未来发展 这个可以拭目以待 另外您讲的这个无人机 也是解放军 这不只是这个海军途舰战 包括陆军他运用的越来越多 最近好像看到一些报道 他有讲这个他的像战法 战术等等 其实也有很多改变 像这个双城多操啊 类似这种概念 随着他的载台 他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强 而这个部分确实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 因为075的我想075 他所代表是仇载量更大 甚至就是说他所仇载的就是航空器 过去我们可能都比较偏重在说 他会不会有这个垂直起降 像F35B这样的这种战机 或者是说他仇载比较多的武装攻击直升机 或者是运兵直升机 或者是反潜直升机 可是甚少有人去关注这样的载台 到底有多少成分他会西装 仇载所谓的无人机 因为他在整个所谓的对海也好 或者是有海之路 我记得去看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 他们在某一段这个演绎的这种画面 这种概念里面 他其实是先运用无人机去随行作战行动 也就是说我们在目前如果是我们回到东沙岛目前上面的防务 虽然上面有雷达站 有雷达站能够看海情跟一定的空情 当然透过国内提供 可是事实上 对无人机的掌控应该不会比这个本岛的这样的官 就是官通系统来得更强化 所以我其实是相对担心 如果真的有任何的危险 不管是从中国大陆这边来 还是说从另外其他的地方 如果有无人机怎么办 因为大的目标看得到 杨兄这个点出一个大家其实这几年很关切的 他不是一个军事议题 而是一个交通议题 也就是台北的松山机场 过去几年多次遭到无人机的入侵 结果到最后警察也找不到无人机 也找不到释放无人机的人 就是草草结案 那这个案例大概已经有三次四次影响航安 对后来军方在立法院也回应 就是针对无人机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掌控 军方确实也承认 以目前的设备人力 没办法有效的防御无人机 我那个时候还记得有一个 他们还有特别做一个示范 就是我不确定是拿什么样的清兵器 对着这个多轴弦翼的无人机 去做追瞄射击 就代表说我们有这个反制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所谓的干扰枪等等这些 可是无人机他的这个威胁不在于近距离让你用2.0的胜利去发现 更多是让你必须要能够预警他 你到底多远能够去侦测他 对一公里两公里还是三公里 就是说你对于这样的目标 他可能在你发现他之前 他瘫痪你让你没有了 上次的后续去发现 载人直升机 或载人的这些载台的过来 他先把你的眼睛给自盲了 那这样子怎么办 就是我们至少在东沙岛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建设 那任何的基础建设 都很容易被轻易的摧毁 这是我觉得在防务安全上可能要考量的 所以就杨凶盖的这个解释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虽然日本媒体这个报道 但虚虚实实真假难辨 但确实点出了东沙岛在防务上若干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以目前两岸的这个军事能力对比来讲 其实东沙岛如果大陆方面 那决定强攻 那对他来讲似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那可能考虑的 可能政治后续的效应 或许是比较有大的变数 当然就谈到东沙岛 我们想到这个岛礁 这种相关的防御 那我们再把这个整个面向再扩大一点 我们也想到就是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南沙 也扩建了许多人工岛礁 它其实距离这个本土 其实更远 那大陆又怎么经营这些岛礁 其实是过去来一直引人话题 当然就是我和杨兄这几年有时候通过一些这个展览 比如说特别是珠海航展 其实我们在上届珠海展览 航展我们看到了不少这个与南沙岛礁有关的展品 我觉得是蛮小和的 对而且通过一些细部的观察 确实觉得颇有心得 那可以归纳出许多有趣观察的面向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想好好谈一下 特别对比这次日本媒体报道这种东沙岛这种相关演习 或者它安全防务上面 相对于大陆这几年金银岛礁的状况 我觉得更很好是一个呈现一个对比 也就是可以让一般的这个听众观众了解到 大陆花巨资在孤悬海外这些南沙 造了几个大型人工岛礁 上面有机场上面有码头生活设置 那它怎么防御 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 这些耗巨资的岛轻易被别人占夺 可能就是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您能不能先透露一下 它是怎么样的格局 怎么样做所谓的岛礁防御 它的岛礁防御 就从我们可以从这个珠海航站 我们先简单谈一下 它其实大概就是区分 第一个我的威胁来源是哪里 空中水面水下 但是我们大部分可能大家只看这个三个部分 对 抱歉 他们还谈所谓的营区整体防务 其实台湾也谈 台湾也谈 我们都会谈这个内防图图片 外防图体 其实就是营缺安全 但是它是整个建构在所谓大数据 资料链里面 然后呢 在威胁来源定了以后 它开始谈 我怎么样去区隔 就是从近 中 远 谁看空中 谁看水面 然后甚至于水下的 的这些目标 它去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跟有效的去 抵消它的威胁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是用这样一个全面性的投资跟建设 那我们就可以去对比说 我们现在的东沙岛 其实甚至乃至于太平岛 我们都还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就是杨兄的解释 它是一个立体化 多层次的一个防御体系 它叫做药育立体防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再继续谈谈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收听news 9898新闻台 我是 我们今天收听的是 世界一把抓节目 我是主持人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几文 我们这个节目 同时在youtube98新闻台上面有直播 欢迎大家这个踊跃收看 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是防卫东沙岛 刚才几文邀请了杨玉胜杨老师 在节目中 那畅谈许多有关东沙岛方方面面 乃至于这个专业检视了 他大概的防御态势 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谈东沙以外 也谈一谈 那中国大陆在南沙几个人工岛礁 那他是如何经营 如何有效防御这些岛礁的 刚才杨老师有讲到 就是他这些岛礁是一个立体化 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那大概大家有一个大概了解 可能是包括那种不同涵盖范围 比如雷达 光电系统 对空的雷达 对海面的 还有海上的可能是声纳听音系统 对 这是接收的部分 那另外在实际防御体系 可能就是一些武器系统 防空 飞弹 然后枪炮 然后反潜 甚至我们有看到有反这种挖人的都有 能不能再细部再谈一谈 您刚才有讲到 包括什么智慧型的营区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能不能跟大家讲的 更具体一点 我们就先把大家比较了解 比较有画面 我们平常如果在这个搭飞机 我们都会看到就有塔台 然后不远处可能就有 这个圆球 那个里面就是我们能够有这个侧高 这样这些雷达都在里面 对 那它的这个雷 它有制空的部分 它就靠我征收所谓的飞弹 还有这个所谓的航空体 对 它的这个范围大概在一百 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它是专门是针对空中的目标 来做侦查 它没有说我要看得非常远 对 那海面的部分 它是针对所谓的船舰 针对所谓的船舰 那种大型船舰 或者是这些船团 针对这些来做 所以它的距离 它这个看得比较远 它把它设定在有三百公里 那到了水下 就像刚刚主持人刚才前面提到的 它着重的是这个声纳 可是它声纳 它区分几个部分 一个它运用了所谓的无人 无人舰船 无人化的一些设施 它用无人的这种舰船 而且是遥控的 它让它能够施放拖曳声纳 这也就是让这个水下的目标 在层次深度里面 躲在层次深度里面 它无所遁形 那另外呢 它还搭配什么就是我们平常在港口 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有所谓的这种浮标的那种驻航设施 那它底下其实就是掉放着所谓的轻音的这种声纳 所以外形看起来你以为是航道标示器 上面是类似像航道标志 底下其实就是声纳 再加上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让大家可能要留意 就是我们过去其实有一段时间终于有谈到 在南海有所谓的水下听音声纳 其实它这个部分是结合这一个 再加上能够类似像声标型的那小的可能像我们的手臂这样的大小的这样的能够制航式可以自己去航行去侦测的这种感应式的这种声纳 它可以做微型化 这个就像这个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海军在南海东海有时候放这种自主式的这个 但它后面它有 但它这个部分我们至少现场看到的是一个类似像这种制航式的 那像这样的他用这样的这些设备去收集去侦测水下的这些目标 从潜见到可能的这种水下的这种无人无人载台 还有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蛙人 蛙人对他那这个是针对水下在到所谓的他到了岸上以后 他强调的是所谓的所谓智慧营区就是近距离 那这个里面包括我们如果说有去看国内自己的航太展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都会展一样东西就是具备红外线 这个显像的这个这个热显像仪 这种光电的这种结合了光电的这种设备这种显像仪 但是我们甚少在我们自己的营区看到这样子 甚至就比较重要的这种机构 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岛礁上他用这样他在整个的营区的部分 他运用了这样的设施不从白天到晚上 他可以去侦测有热源的这样的人体的移动 再加上所谓的这种 实体的栅栏 你要破坏他就知道有人移动 还有所谓的感应式没有炸的他就是数两个类似像标杆 但他上面有感应器 你人通过他就感应你以为没有防范他就感应 就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侦测渗透的这些人员 杨兄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十几年前在韩国防务展 我就看到类似的设备 他叫做机械式卫兵 或者智慧化营区 您刚才讲的就包括结合这种热成像仪 还有上面有一些包括步枪机枪等等设施 然后这些就是架式在营区几个要点 然后工作员就是在有冷气的控制室里面 这个指挥中心 对对于接近的目标进行识别查核 如果发现有敌意 所以他的数据链路要非常强 他可以这个开火射击 那韩国人为什么搞这个 因为他当时在中东有进行一些驻军 另外韩国多山区 两韩边境非常的长 很多是在山区里面 他没有办法派人 他没有办法派人 所以用这种智慧营区是非常好用 适合韩国 相对的 那大陆也有可能在这个南沙这些岛礁 那广建这种设施 这个还蛮高科技 而且确实在营区防御上来讲 节省人力 达到高度自动化的目标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可能 如果再去看 因为我记得在珠海航展再往前推到2016年 他所展示的像这个有关空中飞船 还有所谓的车展高空气球的运用 其实在去年11月也曝光 就是在这个美机交上有这个所谓车载气球的这个正式运用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说他在整个征收 从实体目标 就是从空中到水面 乃至于到水下 他其实有规划用不同的手段 固定式的雷达站 或是机动式的这样的侦测无人机的这样的载台 或者是这样利用这个高空的这种气球 能够看得更远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才能构建一个比较属于立体三度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 遵收威胁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都还谈不上说 他怎么样去抵消这些威胁 他至少他有眼睛可以看得到 那杨兄这样讲 我看得到 我也可以识别得到 那至于说的拳头怎么打 他是单靠自己的本岛的防御 还是其实他是既有本岛 也包括本土一些火力可以涵盖 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来运作 这是不是能解释 他有时候人调像这个红旗9 防空飞弹 或者一些这个进驻一些战斗机 这些都算他在拳头部分 可以拿出来的武力 对 所以我们去看他这个所谓的立体 防御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都还只有针对 岛礁本身自己的防务 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像进驻的战机 他都还没有整个把它算在这个里面 对 那真正来讲 他其实就会分成更多层次 更外围 那所以 如果说我们来谈这个整个岛礁 目前的防御的配置 相比之下 其实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他维护所谓的海外核心利益 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 他反而是做的相对的多 而且非常的用力 对 因为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个岛礁 不管如果没有任何的防务的这个措施 他是非常的容易遭受攻击 那你所有的建设就回一旦 发友和无友 对 所以 我还记得之前美军他有降临曾经放话说 这个 随时可以拿下这个南海这些岛礁 这个是轻微局 但是发言隔日之后好像就消声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一个利用所谓的航展所展示 他除了是所谓的军事透明 一定程度的透明 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也有防御 但是我的防御至少在这个目前 我们知道出海航展 他是做所谓的出口 可是他另外一个城市就是 我这个出口的背后 其实是我本身自己有在 对 部署跟运用 但是我要不要让你看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2014年 岛礁扩建以后 最先的就是 机场跑道 到了3000公尺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什么样的这个天气机进驻了 因为你要飞机要进驻 你士兵你的恒温 你的后勤 等等 他都必须要去兼顾到 再到后来 我们看到他有所谓的这个 电站天线 这个高频雷达等等 陆陆续续上来 陆陆续续这个 都曝光 建制完 对 就是都曝光 就变成说 我每个 似乎我每个岛礁 他都扮演一定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高频雷达 这个在华阳礁 那事实上难道只有华阳礁 有高频雷达吗 对 只有他需要监控 所谓的马六甲 恶控马六甲 而且杨兄刚才讲到他这个飞机起降 我记得在2016还17年的时候 他有征集民航机降落 也就是民航机他的飞安条件通常要求比较高 民航机都可以起降 那他不是各种轰炸机运输机 其实起降都没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观察说他在整个岛礁的这个配置上的他的用心 我觉得用用心两个字并不为过 好 针对今天的疫情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再继续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杨玉胜杨老师 我是节目主持人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吉文 我们今天节目也同时在YouTube 98新闻台上直播 欢迎大家收看 杨兄刚才讲到了就是 这个大陆对于南沙这些岛礁 各种的经营 这个描绘的非常的详细 多层次的感测 是包括空中海上 那另外他对于上面的机场的相关的一些建设 可以容许甚至包括民航机进行起降 也因此他的个型军机 估计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基文有想到一个问题 他花了那么多资源建构这些岛礁 让他设施更为完善 他的这些包括雷达感测设备 其实感觉已经超过他本岛防御之所需 他是不是有什么战略目的 我说白了 就是把他的整个防御或者探测的众生 往前面推移许多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目前看从他上面的这个配置 特别是车载高空气球 出现在岛礁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他的战略前沿的这样的意境 的这个大环境 应该是建构完成 因为他本身就有卫星 他对这个整个所谓海平面 甚至是各个岛礁上的这种 就是及时的征照 他是做得到的 我们事实上也看到就是说 刻意被披露的去征照美军的军港 的这个照片代表说 中国大陆做的这个卫星 事实上是有这个能力 解析度也够 好那卫星有了 那我对这个征照有了 我怎么样让我的 但是因为卫星他本身是有轨道 他绕的轨道在运行 他不会24小时一直不动的看 对那你岛礁上的这个整个预警 对于海面的状况 特别是我们过去 我们知道地球有地球 受到地球曲度 那这个无线电 他这个lifesight的这样 受限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限制 他一定的距离 那我们也知道岛礁 他本身的并没有什么特别高的 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可以让他去把雷达站摆到至高点 所以当车载这个高峰气球的出现之后 他可以让他的眼睛看得更远 甚至是针对可能 就是比较没有尾杆的 这样的一种无人载台去做侦测 这几年美国搞了一个海列号无人探测船 是不是就是针对类似这种目标 其实他高空气球 我个人怀疑有可能 因为海列号本身 他其实设计已经 他在外观的设计已经有所谓 他可以反射雷达波 所以变成我们都一般来讲说 他叫逆中的设计 那在这样逆中设计之下 他本身已经很难侦测了 所以车带高峰气球 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他配合了卫星的这样的征兆 再加上如果空中的这个办户的能力有许可的话 有预警机或者是反潜机这样的这些交织成所谓的一个长时的一个即时监控 就近即时的监控 相对对他的整个预警 是比较有帮助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整个整体环境来讲 我个人是刚好就是最近的新闻 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有印象的话 第七舰队他在五月就是上行到中行的时候有披露一个新闻 就是说他的第七舰队有三艘核动力潜舰在菲律宾海做所谓的 这个好像最近的新闻 联合经验 那在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把持续往回推 推到从四月上行开始 从北部战区他开始有反潜直升机出海做这个操演 之后呢辽宁号就出来了 辽宁号出来他到所谓的南海这边来做跨区这个航训的时候 这个时间大概是从10号 就从中行一直到所谓的下行的前端 大概在23号之前就离开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 南部战区他进行了数次 以所谓的反潜行逻区 反潜行逻区为主的这样的协同演性 甚至到五月初也披露了 有所谓的反潜行逻区庆祝 在所谓的这个导礁上面 那一连串这样的的兵力的对比跟公开 我个人是联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察觉到 美国海军他的舰舰的活动 所以因为这样的讯息 披露其实过往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我个人认为说透过这样的媒体 大家在较劲 这个这现在已经是时空见关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杨兄这样讲我们结合这几年 美国不断就是航行自由或者飞航自由 不断的派船舰和飞机 包括通过这些南沙岛礁附近 感觉好像美国这大张旗鼓 占了不少上风 至少在媒体宣传国际宣传上 好像是这个 力道非常足够 但是事实上在实质面 那我们看大陆他的反应相对很审慎 那更重要的 按照您刚才讲的各种空中水下 各种感测设备 那其实我把你这相关船舰 我还蛮希望你来 我可以铁搜 我看你怎么去运作 对 甚至我看那个推特平台上面 美国的这个滨海战斗舰 目前在南海的滨海战斗舰 他在核动力前夜 他们在演习的时候 他还在这个马来西亚 他租的租用的这个专游平台 对 在那边活动 好像不远处就有类似一艘 好像是疑似一艘054A的这样的 办公室卫舰在那边 监控他们这边的活动 也就是说其实 美军做什么 解放军这边可能都还是 一样看得到 同样的辽宁号在南海做训练的时候 美军的船舰 他也是在做这个监控 只是距离保持比较远 除了卫星拍照的到 船舰他也在观察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大家都在试图展现自己的力量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比较关切说 在这一轮的这一所有的军事行动上 似乎反潜兵力的运用 甚至是他的载台的部署 甚至是可能我们国内比较 没有注意到就说 他针对新的潜舰现在静音效果越来越好 所以像美国他也针对了这种 静音潜舰去做声纳的研发 像这样的一个较劲 似乎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提早在我们这边报道 我觉得这个部分似乎是在这一波 我们关切岛礁的这种 引起了这样话题之余 似乎他正在发酵 对那另外刚才杨兄讲到很多 他导礁一些建设就让我想起来 他都应该讲的多层次立体化的防御 我们看大陆军改以后 也成立了像是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还有强大的火箭军 像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那他与这些导礁 孤悬在海外这么远的导礁 他是不是有某种结合性 然后是不是也成为他整个立体化 作战体系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我非常的好奇 因为我们刚才第一节节目的时候 我们对我记得我有特别提到 其实就在 东沙岛这个话题 引爆的时候 在福建东山岛 其实就正在做两期登陆操演 那过往我们其实在一些操演的当中 我们比较少看到他们 针对所谓导礁防御 这样的议题去做 就是大书特书 比较少 那是不是这个部分还不足以为外人道理 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在做 因为当航展能够展出来 其实他是经过论证实验 然后他做成这样的一套防御设施 他认为他可以对外出售 就成熟了 他可以公开 那他到底哪几个部分 他事实上已经用在所谓的 目前的南沙的这些扩建的这些岛礁 我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好奇 但目前这样看起来 我们也看着说美军的舰机不断的到这个南海这边来活动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设 他没有这样一个建设 一旦就是中美之间的关心要是不好 很容易就是如果插箱走火 他所有建设一旦遭受攻击 就是整个都是就是毁于一旦 所以像这个部分我都觉得说 只是我们看不到 因为他可能都在这些乌瓦之中 他是遮掩住的 对 其实杨兄这样讲 想到一个问题 这几年美国基建来来去去 我觉得呈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代表美国高度关注 大陆这些岛礁周边相关的建设 但另外一个层面 那解放军也借由你美军来进行培列 让这个体系更为完整 所以这个整个军事博弈相当的精彩 他的因果关系到机身弹还诞生机 其实这个未来真的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当然就是整体来讲 他的岛礁的防御整个布置 整个基确确实值得大家重视 继续观察 好今天的节目也就进行到这里 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继文 也谢谢杨于胜杨老师 今天在节目中与大家畅谈防卫东沙岛这个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affected by reacted M